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博物馆的圣语 包括这里是博物馆的雕塑 包括是姚村祖先 以博物馆象征的信仰 习俗 医俗 代表着博物馆勇敢 坚韧 善良 其他的民族精神 进到博物馆 首先看到是岭南无济 世界遥根 这里讲究的文化有 五元红色文化 有客家文化 瑶族文化 南中文化 还有西英武道文化文等 圆圆有差 是讲了五元的发展史 公元一千一百六十七年 因五元县北面 升纲领 洞中盛产中五十 洞中有 圆圈有处 有名 五元 公元一九四九年 十月九日五元宣告解放 公元一九四九年 十月十七日 正式成立中共五元县委员会和五元县争民政策 公元一九六三年 十月一日 五元瑶族四县正式成立 也调判是樊南无 在古代它是文武双弦的一个 是五元贵重的文字 五元瑶族是国国少数民族的 十七之一 属于潘瑶 因第三或者今年在此上 岁月又别离着 尤根生活 互称为过山遥 有原是旅居 老若 泰国 越南等东南亚国家 和美国 法国等欧洲国家 过山遥的主居地之一 被誉为世界过山遥之下 正在乌书市南北朝时期 亚洲先里 徒步又广东附近的徒步迁移 这里是五彩瑶乡 彩瑶乡 彩瑶乡分属包括七纳理书 包括问亲 说亲 定婚 接着是接亲 送亲 其余 接亲 送亲 最为隆重热闹 事情也是婚俗中不可缺少的仪式 在婚俗中还有一个开箱礼仪 在第二天早上 双方舅舅要唱新娘歌 教育新郎 新娘 以后要孝爱老人 孝爱亲戚 做人的道口 是清朝晚清 瑶洲同胞们都送上了离庄 瑶洲民族是个热情好客的民族 饮食 蒋军 重口味 以烟军 腊肉 腊肠等等食物 瑶洲人民普遍有饮酒习惯 以糯米酒酿造的涂酸酒 苦中带甜 散发清香 以重大节日招待贵宾交流的重要离序 这是胡酸酒的制作流程 包括洗米 蒸米 再撒入酒饼 再经过二次发酵 经过二次发酵之后 再储存上一段时间 并可以拿出来饮用 肚生肉酵的物件 必须是上高山 下河海 对于瑶洲人来说 是一件人生大事 具有神圣 庄严 隆重的仪式 是瑶洲人在生活过程中 经历成年犀利 和瑶洲人民勇敢的民族精神和信仰 沃山瑶以根山为主 主要注射于花生 水稻 水稻从泥田 爬田 到叉耀 再到今秋十年的成熟季节 经常看着道典 再到丰收 丰盛全量 汝原瑶洲女子 从小学习刺绣 刺绣方式以母传女 婆传席的方式 进行代代相传 汝原瑶洲刺绣 手法采用了整地独创 刺绣记忆 就是不用拔笔稿 根据布的纹理和维度 调用反面跳花 正面刺绣的介意 传统苗族刺绣 采用了红 黄 青 黑 白 五种色线 象征着五彩苗像 各位探友 今天就为大家讲解一部分 五元的历史文化 下次再会